你看那个最后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他是河北人 在这一带因为他的缘故 把这一带念佛带动起来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他是一位奇人 名字叫韩宗英 姓韩的河北人 你看他的照片 他的气色 长得很好看 这个照片 已经年龄也是很长寿了 他的双肾已经烂掉了 已经烂掉了 但是因为念佛的缘故 又长出新的肾 从古至今没有听过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 这个文章是悟行师父传给我的 你想一想 肾脏坏了 可不可以再生 能不能再生 医医学来看是没办法的 是不可能 一个人如果肾脏烂掉了 说明什么呢 他跟死亡距离不远 而且得到对肾脏有问题的 那个很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虽然现在科学发达 医学发达 这个肾脏能够换 坏掉能够早 来换掉一个新的 但是在一万当中 难得得到其一啊 而得到之后也不一定适合 而他的副作用很严重的 不是每个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是河北这一代的 他呢 不是做什么样的行业 就是专门修什么 修水利的 以前的做水利工 那个很辛苦 科技还没发达 靠什么 靠人力挖洞 挖这个洞 不小心 被这个泥土车撞到了 落在七八十的 那个洞里面 然后整个人 这个腰啊一些啊 搞到整个很严重 昏迷过去了 连他的那个肾脏就烂掉 全身都是血 骨折肿整整都受伤 连腰就没办法 昏迷了 送到医院 没有一个医院能够治得了的 没办法治得了 躺在这个床上 动也不动 又加上他的这个肾脏烂掉 排尿又很难 所以整个人啊 长的肿粗 肿得很大 很难看 而且痛得不得了 天天哀苦 天天受苦啊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的人 如果今天 如果他的意志 竟然没有很大的坚持 早就自杀了 在那边受苦 这样受苦受难 谁能够受得了 但是这位老人家呢 韩忠运他有上根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的爷爷奶奶 是拜观世音菩萨的 他拜观世音菩萨的 所以啊 他突然间想到这个观世音菩萨 他就三天三夜的喊这个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我很痛苦啊 很痛 我为什么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呢 为啥呢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你是大使大悲 你为什么不来救我 三天三夜 你看哦 大使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真的耶 不离一切众生 是苦 视线说法 突然间有一天 第三天 托梦给他 他梦了观世音菩萨 而且告诉我们 菩萨的慈悲庄严 是原以能代表的 他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的庄严 那种庄严法 没办法去形容的 他 一生都没有学佛 只是因为他这个上根 小的时候 爷爷奶奶拜观世音菩萨的 没想到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里面告诉他 他说喊居士 这个喊居士 就告诉观世音菩萨 菩萨 你为什么不救我呢 你为什么管不管我呢 我这么痛苦 你为什么不管我 观世音菩萨怎么说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 喊居士 这个喊居士 喊宗居士 喊宗居 他说 你的罪力深重 你的罪太大了 这个叫做什么 众业轻爆 他已经说到这样的 整个肾脏也烂掉 在床上也动不动 动也不动 天天喊痛苦 他还是重罪轻爆 你想一想 那严重的罪爆是怎么样 那不可思议 都是五间地狱了 然后观世音菩萨告诉他 你要赶紧念阿弥陀佛 你看 观世音菩萨没有教他念其他的 专居士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但是 韩宗音居士告诉观世音菩萨 他说什么 他说观世音菩萨 我疼啊 我很痛啊 我怎么念呢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 韩宗音 你疼也要念 你痛也要念 而且 你每一天 至少要念六千声的阿弥陀佛 而且呢 观世音菩萨告诉 韩宗音 你从今以后 不可以再吃肉了 病好了 你要欣扬念佛 劝人家相信 然后呢 来念这句名号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在梦中里面 劝导 这个韩宗音的 所以韩宗音很听话呀 怎么听话呢 你看哦 他用什么来 来计算这个佛号的 我们平常是用计算机 有没有 他用那个意米 意米一颗一颗 放在一个很大的碗 然后呢 念了一句阿弥陀 把那个意米拿出来 然后呢 念了第二声 把意米拿出来 把这个碗 一米全通通都拿出来之后 他又把这个意米放进去 早上念 晚上念 下午念 无论怎么样 无论怎么样 他都是念阿弥陀佛 没想到 念了第二天 他原本很难排尿的 他竟然可以排出尿来了 他原本不能走路 然后经过半年 他的身体能够翻身 也能够用爬的 最后呢 又能够走路 虽然他走路 不正常 他是弯着 整个人是弯着走路的 半年 你想一想 半年 而经过这样的修行 经过了15年 他整个人回复了 而15年当中 这18年来 没想到 他的这个肾脏 长出了两颗半 两颗 新的肾脏出来 而经过15年 他就回去这个医院 以前这个医生 看他的时候 这个医生看到他的时候 整个医生就惊讶了 整个医院就惊讶了 太神奇了 他就问他 韩居士 你是行 做什么样的善事 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呢 韩宗恩就告诉医生 他说 我没有做什么样的大善事 我只是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告诉医生这样的 没想到 在这个河北地区 很多得癌症的 因为他这样的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渡了很多人 有三十几位 得癌症的 全部得癌症的 最特别的 就是他的连居 姓义的 义儿娘 他得肝癌 整个肚子 长肿出来 很大 很痛苦 痛苦到什么程度 嘴巴 没办法展开讲话 所以刚请了这个 韩宗恩 居士到他的家里 为他祝念 他告诉韩宗恩 我没办法展开出来 把这个嘴展开 然后跟着念佛 没关系 你默念 没想到念的第二天 他的嘴巴能够展开 而跟大家讲话 那个时候 这个义伯娘 七十四岁 你想一想 火到九十四岁 增加了二十年 念佛的功德 所以韩宗恩 老居士 以今天来说 度了很多 这个河北这一代 念佛感应的故事 非常功德不可思议的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达德 你说呢 你念佛 像韩宗恩 其实像这样的精进 念佛 我相信 你们会有更大的成就 所以 深教超过 严教的功德 你要做表现出来 给大家看 做一个好样子 让大家 让大家 了解 让大家能够看 让大家能够深信 你是一个了不起念佛之人 你在这个血泥能够好好修行 将来能够影响整个血泥这一代 那就功德不可思议了 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呢 关键呢 就是你们自己 不要说 整个血泥这一代 把你自己做好 让你的加千建树 看到你这样的念佛不得了不起 那你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了 这个就是 欧耶大师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的特色 第二个就是 能够待业往生 而待业往生的关键 你能不能天天 发怒忏悔发怨 而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天天的培养习惯 然后呢 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言也好 恶言也罢 无论在一切处 一切时 你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对一切的境界能够辅助 你能够待业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就是跟大家来分享 那第三个的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呢 简单 跟大家 讲到这个地方 好 我也希望我们也能够好好用功 这句名号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无论你在哪里 上班也好 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好 只要你能够有空的时候赶快念 然后最好给自己做功课 下定功课 学习没关系 一天至少五千 向观世音菩萨告诉 叫做汉中音 一天六千 而且观世音菩萨也交代那个汉中音 十灾日一定要受八观灾界 我们如果十灾日没办法 六灾日 六灾日没办法一个星期一次 像师父 一个星期 礼拜四 师父会受八观灾界 一个星期一次就好了 好好休息 给自己做一个定课 因为汉中音 他经过这个学习八观灾界的时候 其实戒不是对以外 其实戒最主要是对自己的 那今天我们修行 也是最主要对自己 自己做好 你就能够帮助别人 别人能够得力 你自己也得力了